家人们学会面部刮痧 真的变美 烧走40年万路 估计脸紧了 咱脸都通透了不少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脸 黄黄垮垮的 真的可以去试试 你就每天晚上5分钟 来人直接闭眼跟脸 首先第一步 洗完脸之后涂层精油 把它现在首先给搓热 再上脸 脖子也不要忘记哦 然后拿出刮痧板 也沾点油润一下 减少摩擦力 拿板子的方式 新手建议平一点 然后用刮痧板的这一头 从眉头刮到眉尾 再从硬塘这里哦 往发肌线刮 把气血给它打开 到眼睛的时候呢 从眼头向眼尾 这么反复刮10次左右 这样可以把水分 从眼眶周围排走 眼睛呢就不会松弛无神 下眼眶也是同样的操作 到我们鼻翼的位置呢 就用刮痧板 这个比较圆润的位置 摁住鼻翼 顺着我们的苹果肌 这里往耳后刮 重复5次 一定要稍微用点力 这里可以很好地 改善我们的鼻肌底凹陷 这样三套下来 我就感觉这边的苹果肌 上走的 那和我一样 脸上肉比较多的呢 还可以用刮痧板 抵住我们的下颌线 往上推 在面中这里来个拐弯 把肉往耳后推 这样就可以防止面部下垂 最后再用刮痧板 凹陷的这一头 对准我们的下颌线 再从下巴这里往上提 多来几次哦 感觉特别的爽 就像是有根绳子 吊着你的脸一样 脖子这里哦 也不要放过 从下往上这么刮5次 疏通了一下气血 看弄完整个脸就很通透 感觉整个气血都在脸上散开了 而且是不是感觉 我的脸是这种往上提 往里收的一个状态 求求各位赶紧去试一下 谢谢大家 大家看